肺CA是什么意思 如问医生特邀专家和平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肺CA是癌的英文缩写 肺CA就是肺癌的意思 对于怀疑肺癌的患者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活解 比如说支气管静 筋疲肺穿刺 淋巴结穿刺活解 甚至是有些病人要进行手术 取得病理标本 然后进行一个确诊 如果确诊是肺癌以后 我们要根据病人的临床分期 确定他采取什么治疗方案 常见的治疗方案有 手术 放疗 化疗 靶向治疗 以及现在进展比较快的免疫治疗 不同的病理类型 不同的分期 适用的治疗是不一样的 随着现在肺癌治疗的迅猛进展 肺癌的五年死亡率 已经较前明显降低 这方面的科技发展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对于怀疑肺癌的患者 我们还是建议他 基的检查和治疗 对于延长生存期 提高生活质量是非常有意义的